法務部派人主動到令委蔡壁如的辦公室 索取相關事證 因為日前蔡壁如檢舉 禁電室申請執照 是用騙的 是你培委你是一個高明的政治騙子 所以騙了所有這些股東來爭執 把手上的證據都交給法務部 1月12號禁電室股東會的英黨也曝光 禁電室在審照前 沙盤推演跟NCC的交戰守則 甚至還預先知道考題 我也不用提供給他六個月的清澈 就是說我之前有500多個 是因為臨時人員 或者是階段性拼任的這些人 我也不用跟他講說 我從哪裡拼到這些人 那是我公司的事情 跟NCC一點P關係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一大堆女人 因為是他根本看不懂 他查不出來的 被質疑的人力缺口 先找人頭頂替 只要能先審照過9號 而且時間點也定好 我的想法是 一定要在下禮拜 就過這個案子 所有的訊息 主委都會把他拿來搞我的策略 因為他現在已經三票很合理 NCC不是講道理的單位 對 NCC不是講道理的單位 所以你認為不用對他想像 NCC不是講道理的單位 他一心只想搞爆你 曾經當過NCC官員的律師 對錢東家狂開炮 多次提及NCC不講道理 但不曉得是不是交戰守則起了作用 1月12號股東會的七天後 19號就通過審照 原本禁電視內部說的三票反對 最後一人跑票 只剩委員林立雲跟王維京反對 只不過禁電視發表聲明 強調英黨內容是經過刻意剪接變造 絕非事實 今年1月19號的決定的時候 就對人力的部分有做了 已經調查清楚有做了適當的付款 不認時間點巧合 但如今執照疑雲重重 是否也會向股東會說的 執照過了就拿它沒轍了嗎 那個行政的調查都還在啟動當中 那我禮拜六也講了 歡迎各界假使有相關的市政請提供 在NZC完成調查之前 爭議恐怕還會持續延燒 TVB的新聞 歡迎回家期台北採訪報導